因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在慶祝開齋節 很多地方是自疫情以來首次舉行大規模的集體慶祝 鳳安基的報導 全球的穆斯林今天通過集體祈禱 食節日大餐和穿新衣服慶祝開齋節到來 開齋節飄置著伊斯蘭齋戒月的結束 位於印度尼西亞首都阿加達東南亞最大的清真寺 蘇爾曼計的穆斯林今天早上參加了祈禱 在阿加達新喜好的國際體育場 也有上萬的穆斯林見並見聚集 進行神奸祈禱、場面壯觀 印尼連續兩年因疫情取消慶祝活動 今年才全面恢復 外籍、伊拉克、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 也在今早舉行不同規模的慶祝 但疫情令全球供應面緊張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繼續推高食物價格 在敘利亞反政府武裝控制的西北部地區 今年的齋戒月比過去更加艱難 阿富汗人在嚴峻的安全和經濟條件下 慶祝自塔利班接管以來第一個開齋節 有好多人湧入喀布爾最大的清真寺祈禱 好… 好…